三千年前 古蜀文明从这里发想 两千年前 这里三分天下聚其一 一千年前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在这里诞生 七百年前 这里是马可波罗眼中宏伟的大都会 这里就是成都 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寻宝活动在您荣城 与广大草友相约成都锦绣工厂古安城 天府之地 悠久的历史 厚重的积淀 独特的文化腔调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有道是三分天下思汉乐 一卷唐诗不属风 一起来看 我三分天下古来楼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 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掌声有请专家团的各位老师登场 欢迎观察系的各位观察员 欢迎金牌店主团的各位店主 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成都锦绣工厂古安城 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 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怎么称呼呢 您好 我叫王晶 王小姐 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 这是一个玉壶春瓶 白柚的 整个感觉很素雅 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我是在古安城得到的 花了多少钱呢 三万 为什么会花三万块钱买这样的一个古董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件藏品 是 为什么突然喜欢收藏了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之前我之前并不是很喜欢 是我爸爸特别喜欢收藏这些宝物 然后纪念疫情嘛 然后我们全家都在家里待着 然后我爸爸就说 给我介绍介绍他这些宝贝 我就通过他给我介绍这些宝贝 所以我就了解到 好像这些古董都挺 意义都特别非凡 然后我就被一些魅力所吸引 于是我就喜欢上了这些收藏 很多人都说 疫情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就是有了更多的时间 好好地在家里待一待 好好跟家人聊聊天 没想到还上了这么长时间 大半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课 是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 来 藏有输入的是 10万元 那您父亲觉得他怎么样呢 我还没有给我夫妻看 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对 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哎呀 我们这位藏友啊 带来的是一件白柚的玉壶春瓶 这种白瓷啊 其实在这个古陶瓷里面 尤其到唐代的时候啊 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高古瓷器里面没有白柚的 像一些个形窑啊定窑啊 它都是湿的一层什么呢 透明柚很薄的 它是靠它胎的洁白程度 来蹭脱出 幼是白的 所以说在高古瓷器里面啊 没有严格意义上 真正意义上的白柚瓷器 我们看看这件瓷器啊 它有什么特点啊 首先呢 它做成了这个撇口 然后呢 长径 这个腹部呢 是比较的这个长 而且呢 看出来是古腹的 荧光侧面看呢 它是上面还有一道一道的 修胎的痕迹 圈足底部呢 修的这个胎啊 很厚实 而且呢 局部啊 都有漏幼的现象 那我们整体的来看这件器物 它是什么窑口 什么年代的呢 仅我鉴定 雁品 这是一件仿元代 霍周瑶百有玉壶春平 这个霍周瑶啊 也是以烧白瓷为主 而且呢 多是一些个小件的器物 小盘小碗啊 而且里面多带有一些个印花的 这种呢 是比较多件的 像这种玉壶春平 应该说是霍周瑶里面啊 气形算比较大的了 华山论著 霍周瑶 稍造始于金代 中于明代 瑶纸现位于山西省林坟市 霍周市西南的坟河西岸台地上 金元时期 霍周瑶主要生产白胎瓷 胎土细白 胎壁薄 胎质极脆 光速无纹者多 少量有印花装饰 元代 霍周瑶瑶主 彭君宝 改进制剂 效仿定器 稍造出造型新颖的器物 故而霍周瑶也被称为彭瑶 是中国北方金元时期的重要词瑶指之一 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件器物 我说这件器物 在卡尼特广结果 历史上 加上 财瓶 这二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能这么鲁莽地去花钱 除非你包里的银子特别多 我想给他个惊喜 只剩下惊了 使没了 对于收藏的初学者 应该怎么买东西呢 请我们现场的各位 给分享一些窍门 我一直在跟我身边的好朋友 还有一些藏友每天都在说 多看 多摸 多听 多学 少买 这是最经典的一句话 记住啊 美女 同一个店主的口里说出来少买 我觉得非常地真诚 因为这个收藏不是小钱 对 对 我觉得你要买这个瓷器 现在江西那个 有一个意料间 叫范佳晶那个地方 这种房屏很多 你先去看 人要再买 我们再来听一听观察戏的分享 这个玉湖春呢 它是一个中国瓷器上 特别出名的一个 特别经典的造型 那么像这样的瓶子呢 你看它的脖子特别地修长 它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叫做鹅颈瓶 因为它的脖子 像天鹅的这个长颈一样 特别地细长 修长 感谢大家的分享 听完之后您什么感受呢 能学习的太多 这也说明这个收藏很艰深 很有乐趣 值得我们慢慢探索 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那这次就很遗憾了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主持人 有请 大哥你好 我看您今天带了一副 还挺漂亮的 这是刺绣是吗 对 什么年代的呀 这个是清末的 应该是龙袍上面的一个绣片 龙袍上的 对 有没有追溯过到底 可能是哪个皇帝的 这个倒不一定能追溯那么准确吧 反正是时间大概是没错的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主持人好 你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来 我们把您的藏品 哇 有点大 对 因为这个角度呢 可能我们现场的嘉宾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把它这个竖在台前 对吗 来 靠在这里 哇 你怎么称呼呢 我姓胡 胡永利 胡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龙袍啊 能用它的人很多 比如说这个皇室宗亲 比如说这个亲王啊 每一个人穿的这个龙 都是有不一样的讲究的啊 对 但是您这个龙 它是五爪龙 这说明什么 应该是 应该是 王帝本人才可以穿的 王帝穿的 对 这个是龙袍上面 有三块组图 其中的一块 对 您是怎么得到这一件藏品的呢 我也是通过那个 一个排卖会排卖到的 花了多少钱呢 两万 那请您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藏有输入的是 三万元 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胡先生呢 拍来了这样一件 带有龙纹的绣片 自认为呢 是皇帝穿的龙袍 但是在一般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 皇帝身上穿的龙袍 不应该是明黄色的那种嘛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皇帝身上穿的这个龙袍啊 也是黄白红蓝四色 那么用意在不同的庆典场合上呢 进行穿着 那么黄色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说了 北京呢 有天坛 有日坛 有月坛 皇帝他在祭天的时候呢 要穿蓝色的龙袍 他在朝日的时候呢 要穿红色的龙袍 他在祭月的时候呢 要穿月白色的龙袍 这个是有严格规定的 这个可不能乱来 那他什么时候穿这种黑色的龙袍呢 他这个我认为也不叫黑色 叫石青色的尿 说得很对 吴先生 那么这和清代的那种 龟字当中 皇帝穿的龙袍的颜色 对不上号 这种石青色的龙袍 究竟是什么人穿的呢 经我鉴定 真品 这确实是一件清代中网漆 清王所穿五爪满袍的 这样的一个绣片的真品 根据清定大清会典图的这个记载 清王郡王贝勒 用蟒袍 绣九蟒 所用的颜色呢 是狼和石青 珠色 皆可使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皇帝赐了一批 带有五爪龙的布料给你 你可以把它做了衣服 穿在身上 但是穿在你清王 郡王贝勒爷身上的 这个袍子 就不能叫龙袍了 只能称之为蟒袍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还要给大家具体的解读一下 这块绣片上面的一些文饰 它下面的这些带有弯曲的线条呢 称之为水角 水角上的这种波浪山石呢 称为海水江崖 有江山一桶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水角之上呢 还用打紫绣 绣了两朵某当花 这两朵某当花呢 恰恰是构成了我们鉴定 这块龙门绣片的年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依据 因为在友亲这一朝 就道光这一段时间 他的龙袍上 是有这种打紫绣的牡丹土样的 所以道光正好是清代中晚期 因此你对这件绣片的判断的年代 是非常正确的 要祝贺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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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专家输入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起来 为的就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来了解这一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这件网袍龙门残片呢 刻画的这个龙啊 这个气势啊 已经没有清中早期的那种气宇先昂的那种气势了 再加上现在市场行情也不是特别好 我给你一个我认为的价格 第一个报价是 0.8万人 龙袍本来就是自告胡桑的 但是你这个是那个整件当中那个一件残器 我至于那个完成了那个价 给你个价 好不好 请 第二个报价是 一万两千人 这位藏友你好 刺绣的保存难度很大 像您这个保存的非常好 很难得 但是您因为这个是残片 所以整体的价格还是打一个折扣的 我给您一个市场上可以流通的价格 第三个报价是 两万元 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一万两千人 这件满袍的上的这个绣片呢 它尽管这一块保存的还算比较好的 但是呢 它的等级和龙袍相比 那肯定是要低一级 这是第一个 另外呢 确实如这个店主所说的 清代中晚期的这个绣片上面的龙的那种 样式呢 跟清中岛期是没法相比 越到晚 国力越弱 那个龙的表现呢 也越没有力量 老太隆中了 你这个呢 已经有一点点的衰老直向出现了 感谢专家的解读 我们再来听一听观察习的分享 咱们中华民族啊 又被称为是华夏民族 何谓华夏呢 因为我们有福章之美 卫之华 有礼之大 卫之下 可见 服饰文化 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明清以来 大量龙文出现在我们的服饰之上 刚才陈老师也说了 我们通过观察龙就可以判别这个年代 而且可以反映出来当时时代的一个变化 它和整个国运是相辅相同的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的分享 那今天现场就您的一件藏品 我们也都系统地学习了一下龙袍的知识 藏片可以获得华山论见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还可以进入中华大连拍进行拍卖 恭喜您 有请 请不吝点赞订阅 您看衣服您靠着跟着衣服搭不下 不是一趟 您这画是画的 这个独禅是清改的 是民间 写的字 这张画原来是没这个字的 后人给天上的 这个图章都是后人盖的 跟着画就是一回事 你为了这上家的 对的 没有太大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怎么称呼呢 叫我程伟吧 带来的是一幅 带来的是一幅 这是一幅画 然后我今天就是想让各位专家帮我鉴定一下 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共同地欣赏一下 他这画的是中奎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这个是五年前我结婚的时候 我爷爷给我的结婚礼物 那是一份大礼了 对 那现在为什么要健保呢 是这样子 就是我家里有个小孩 年龄还特别小 太好了 然后就是需要我们照顾嘛对吧 但是我跟我老婆都是有工作 就不方便 但我赚的没我老婆多 然后就辞职了 然后就在家带小孩 就当了一个家庭主夫 然后时间长了 然后我就 丈母娘就对我有遇见了 就觉得我一个大男人就是说 不在外面 拼视野就在家里带小孩 就觉得我吃晚饭 然后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哪个男人 犯着他身上肯定都接受不了 对吧 我就想到 我爷爷那幅画好像还挺值钱的 我就想把它给出手了 拿这个钱来做什么呢 我想好了 就是这个画的话 我之前在网上 我都已经搜过了 它大概是值个30万左右 然后呢第一件事 我肯定是让我老婆辞职回家带孩子 那我呢自己就可以去 去继续发展我的事业 对 我问一下大家 能接受您在家带孩子吗 要说起在今天 出外挣钱和在家抚养儿女 这两副担子 谁轻谁重 没法说 是吧 老师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就是 事业也让女人打平的话 那孩子又让女人生 那我觉得男人就没什么用了 这位年轻藏友不敢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家庭主夫 便寄希望于爷爷传下的一幅普如画作改变现状 虽然藏友自强的信念值得肯定 但是靠卖掉祖传藏品来复活自己的事业 还要让妻子牺牲事业辞职回家 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代价是不是有些过于偏激 现场的嘉宾将会如何评价他的做法 而最终这件署名普如的画作能否如他所愿 助力他的事业梦想呢 华山论见 马上揭晓 我感觉你刚才说的男人吃软饭 我不赞成这点 因为男人呢不是吃软饭 这个有时候不是你努力就行 没有找到自己的点 还不如自己定下来 方向不对呢你努力也白费 可是按正规来说藏友我支持你 男人嘛 你就得出去打拼事业去 咱这个岁数大小伙子 咱能在家带孩子吗 对吧 这个最现实啊 其实在家带孩子和在外面打拼 是平等的 就哪个适合你 哪个适合他 这不适合谁说了算呢 可是 是婆婆说了算 还是丈母娘说了算 是自己说了算 她要认为适合 就今天不会带这话来了 对 就是我家就是表一个特别的例子 因为我母亲在外面挣钱 我父亲在持家 他们两个人关系也相处得非常好 就是虽然您妻子在外面打拼 但是只要您把家照顾得好 跟她及时的沟通 让她也体会到你的这种辛苦之处 我觉得 是不会存在一个高下之分的 我觉得蒋奇说得挺好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女性啊 女强人是很多的 在各个行业领域都是有的 你得要明白自己的能力 比如说 你和妻子之间啊 你们两个 谁出去打拼 然后呢 可能创造的利益啊 最大化 为什么叫配偶配偶呢 对不对 互相配合的 你不能老是这么保守 我觉得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因为到现在大家理解 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 形成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合资合作家庭 谁当董事长 谁当总经理 为的都是这个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每一个为家庭奉献的人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感恩的 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奉献 对不对 那这件藏品呢 我们先鉴定真假 您再决定怎么用它 请您输入心理预期的价格 藏有输入的是 30万 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普信鱼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是吧 现在呢 书画收藏界研究它的作品 社会各界呢 关注它的家庭跟绅士 它确实有一个特殊的经历 也正是这个特殊的经历啊 还给它的书画蒙上了传奇的色彩 由于啊 它的家庭收藏和住在公王府 所以呢 它见过 也临摸过 也临摹过历代的名人名作 我们故宫现在收藏的 陆基的贫富贴 就是它卖给了收藏家张布鞠的 我们看一下藏有您这幅画 中奎啊 它是中国道教中驱邪抓鬼的一个神 中国民间呢 老百姓啊 也有啊 家里挂中奎啊 驱邪除病的这么一个习俗 另外呢 除了它是中奎之外 旁边还有山形 峭壁和石头等等 我们通过它的书法迎头小凯 懂得来说 从风格相貌上 非常接近普新鱼 但是到底这个东西是真是假呢 经我坚定 防品 这是一幅 에 会 那 就 可以 他 不 八 吐 他 因为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相信小伙子你们还年轻 还有更多的办法和前景 感谢专家的分享 因为您的爷爷当年就是在收藏 这个藏品的时候打了眼嘛 我们再听大家来分享一些 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很多 我们老一辈传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找一个相对专业的地方 来建立它 并不是说老一辈的东西都是老的 很多时候有可能是老访或者是老人打眼了 然后你就抱着一个祖传这种东西 去对待它的话 有可能这些东西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虽然说这幅画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挂在屋里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是非常喜庆的 你看天天穿着红衣服 一把精神就上来了 是不是 咱们中国画还有一个别称叫单青 你应该听说过吧 那何谓单青啊 你这幅画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青是指黑色 那就是这个末术的书法 那单呢指的就是朱砂 这是我们中国画的两个大的颜色体系 真正的朱砂价格也非常高 它历经千年颜色不变 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矿物 那么我们通过鉴定一幅朱砂画 朱砂真假 也能够帮助我们佐证 这幅画的豪坏优劣 感谢大家的分享 能够想象这件藏品 它对于你有着很特殊的意义 但是这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很遗憾 感谢您的参与 谁做的呀 是有大明桃吗 有明桃吗 有啊 谁 裴斯明 怎么得来的呀 您这件藏品 自己收藏的 您是喜欢收藏紫砂吗 对呀 紫砂 家里有多少件啊 家里有一千多件吧 一千多件 对对对 全是明家吗 不不不 我明家就这么一个 您现在带的就是一个香炉 对 什么年带的呀 大明桃之年 我也不知道什么年带 所以就过来 让参加给您鉴定一下 对对对对 我带了这个九个香炉 我看您这 一箱子全是 全是香炉 各式各样的 您喜欢收藏香炉 就喜欢收藏香炉吗 就喜欢香炉 别来什么都不会 有请下一位藏友 登场 你好 你好 组织人好 三江老师好 大家好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胡杨 胡女士你好 我们看看您带来的藏品 好嘞 哇 这是一尊武士蛹 对不对 对 它是一个陶蛹 对 并且这个 我们知道彩陶啊 它表面这层颜料 是非常娇嫩的 那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哎呦 我 跟我这个呀 真是特别有缘 这个呢 是我在国外呀 拍卖会上 拍到的一个产品 当时我进到拍卖会之后 跟这个陶蛹 特别有演员 知道吧 我一眼就看中它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的当中 我就感觉到这个陶蛹 它一直在看着我 哎 特别神奇 真的特别神奇 后来说它是这个唐代的彩陶蛹 就义无反顾的就把它拍下了 我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也喜欢收藏 就今天嘛 呃 带到这里让专家给我仔细看看 嗯 来 您是多少钱收的呢 方便说吗 没多钱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吧 来 藏有输入的是 五万元 对 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刚才你说的还真是哈 这个勇的眼神 特别你看到的时候好像给你有 哎对 特别是哎 对对对 呃 刚才田田你们俩说的彩陶 嗯 呃 我在这里纠正一下 彩陶指的是新石器时代 它是彩和器武一起烧制叫彩陶 从战国秦到汉这一块 是烧完器武再画彩 叫彩绘 这边上面的彩呢 是没有经过火烧 这件呢 器武呢 首先看着它的风格呀 就刚才你说的 是唐代的 为什么呢 呃 这个头戴呢 这个头戴呢 这个戴帽啊 身上呢 穿那个魁斧 而且局部画的啊 就像咱们的这个武士呢 那个护心镜一样啊 这个感觉 手里呢 很端庄 拿着兵器 这件呢 它到底 是不是唐代的真品 经我 鉴定 真品 这好了 这是一件唐代白桃彩绘无事工 首先我们看这个彩绘桃啊 彩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这个黑色头浓淡之分 全细节还有脱落状 证明它的黑呀 有重有浅 这是人为很难去掌控的 第二呢 特别是像那猪砂彩 我们看到猪砂彩呢 有的地方是厚的 有的地方是薄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因为这个 这件蛹呢 是刚才说了 它是彩绘 烧着弯绘画上去的 它有它的优点 但它有缺点 时间长的 它会有脱彩的现象 它脱彩很自然 而并不是人为 这地方呢 还发现有美点 就是它自身发出来的 有的地方微微发黄 因为它年代久远 胎是细摆胎的 这就是此生变化 这就是人为它做不上的 我给你一个顾驾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为的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来了解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一件艺术品决定它的价格有两个 第一个是它的稀缺度 第二个是喜欢它的人多少 这件器物的话 因为它纯实量还是相对的比较大 所以说我给一个价格吧 第一个报价是 八千元 来 咱们说一说 目前完成这么像 罗迪先生刚才说的 就是价格偏低 可是它有几个原因 一是市场上的房品太多 二是真品的采调的非常多 然后实采的比较多 像这一件保持成这个样子 而且这本采 非常非常难得 所以说我给你一个综合的估价 第二个报价是 六万元 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五万元 我给你的价格五万块钱 有我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它是比较完整 就刚才这位店主说 它是原材 而且完整 我们的瓷器 大量的残疾和标本 它一千多年 依然保存这么好 而这么端庄 我给你的价钱 其实说心里话 我不任心给这认这点钱 但是市场 就刚才说了 市场它就是市场 以后我希望慢慢提高认知度 好吧 感谢专家的解读 我们再来听一听观察 喜乐分析 咱们这件 坦代的这种陶俑 你看它 神形兼备 雕塑如生 它是 它身上的 你看包括发型 还有这个服饰 衣纹 这些 我觉得都是研究 那个时代的 这种社会生活史的 非常宝贵的 实物资料 所以这类雕塑艺术 我觉得它 它既具有历史价值 文物价值 也具有这个艺术价值 是未来 很具有强力的 这么一个艺术门类 是非常值得 大家关注的 感谢各位的分享 让我们也了解了 陶俑背后 它有这么多的 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对 对 对 藏品还可以获得 《华山论念》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也可以进入中华大连拍 进行线上拍卖 恭喜您 有请 这个 我再看一看 这个要对的话 是好东西 这个东西要对的话 那就是汉代 其实这种错经营的 春秋战国最多 当然汉代也有 这个马的形式 是按照汉代的马的形式来 但是说的不像 汉代马的尾巴 长得很大 而且这个姿势 因为汉代的汉武帝 它要征四方 所以它的马 都是战斗的形状 一个就是张口市民 分毛状 这个呢 拿的形状太容易 这个错语了呢 它也不是你做的事 就是现在的做的堂肚 这个你不要买 这样对的话合宝 谢谢 明白吧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专家好 来 放在这儿吧 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陈增霖 陈先生你好 来看一看咱们戴的 这是什么藏品呢 戴了一枚银定 不管在哪场海选 都会出现钱币银定 这都是咱们大众喜闻乐见的藏品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我是个做生意的 这不今年感染疫情了吗 手里有点余钱 但一把资产缩水 就投资了黄金和股票 运气还不错 挣了点小钱 后来听朋友说啊 图字古董 保值 我也不懂啊 我这朋友说 他手上还有些银定 我一看我就喜欢上了 就买了一批 一批呀 这不今天 一批是多少呢 你就十个呗 那这一个是多重呢 五两还是十两 一般古代的这种清代的银定 它是三十七克左右为一 不到四十克 它这个稍微有点小差距 你掀一下 如果有半斤多 那就是十两 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 一万块钱买的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 藏有输入的是 三万元 我们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陈先生的想法呢 很不错 这个银定啊 它自古以来就是财富 那么今天呢 同样 它还是财富 而且它比财富更多了一个功能 保值增值 既让你保值增值 但是还可以用来把玩欣赏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但是陈先生 我想问您一下 您在收藏这个银定之前 对这个银定的历史 有过了解吗 我呀 对这个真不懂啊 收藏还真不懂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银定的形状 它像一只船一样 两头翘起 中间的定面上呢 它有三个戳记 上面呢 是铜梁县 这边呢 是光绪二十年 正圣宝具 这个光绪二十年是 做这个银定的时间 正圣宝具 应该是某一个商号 或者银炉的 这样的一个戳记 以前 住这种银定的时候啊 银子融化了 要倒到这个模具里面 那么这个银水在模具里 慢慢冷却 凝固的过程当中呢 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 这些氧气呢 就拮据在这个银定的底部 形成很多大小错落的气泡孔 我们俗称为蜂窝孔 这种蜂窝孔呢 它大大小小 非常自然 而且是口小里大 那么陈先生啊 听朋友讲故事 买的这个银定呢 到底是新还是老 是真还是假呢 经我鉴定 经我鉴定 现代房品 专家 您看清楚了吗 你放心 走不了眼 为什么说这个 是现代房品呢 第一 这个银梁县呢 在清代的时候啊 是四川的 在有清一朝 四川的银定 只有两种 五两 十两 那么不管五两 还是十两定 它都是一种形状 圆形的小碗定 你这个银定的样子 跟四川银定的样子 不符合 第二 我们看你这个蜂窝孔 虽然它上面也有孔 但是这些孔一看 就特别的僵硬 形状呢 不自然 不规则 一看 就是人为造假 做就 做上去的 另外一个呢 真的银定 在收缩 凝固的过程当中啊 它银定的边上 会出现 收缩的那种水锅纹状态 你这个上面没有 有的只是现代 电动角磨机 打磨留下的痕迹 因此 这是一个做得非常拙劣的 毫无章法的一个低防瓶 就它不是章篇 这也应该是老算老银子吧 而且我还真告诉你 你这个东西啊 它不但是低防瓶 它连银子都不是 它是现代合金做的 所以一钱不值 你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仅听着朋友的一个故事 马上就热血沸腾 古玩能赚钱 买 好了 你那钱 就变成一片落叶 随着流水无情的 跳走了 陈老师说得太好了 那其实关于这个初学者 就是收藏这样的贵重金属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专业的建议吗 咱们那个在这个没了解之前 其实学习啊 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但那个现在广大的这些产业 想参与这个艺术品的投资 它的这个愿望也是很迫切的 那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 把这些东西要全部 我都会看真假了以后 我才下手 那个呢也不现实 但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找一些 比较靠谱的一些专业机构 来这个做自己的这个后盾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这种投资其实也是值得的 因为它将来会随着这个时间推移 它会去抵消这些通货膨胀 它其实还是增值了的 真要想那个想漏啊什么的 那你一定要 要自己去钻研 要学会这个鉴别的这个技能 要不然的话是没有漏可鉴 只能是被漏鉴了 那我谢谢专家 说得太好了 再给您吃一招 您可以参与我们的中华大连拍 上面的所有拍品 都是经过我们专家鉴定的 好 很遗憾 感谢您的参与 邀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 谢谢 支撑一件藏品价格的 是它背后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这也正是华山论剑节目所一直关注的 用文化点亮藏品 现在请观察系的观察员进行合议 决定点亮本场的哪一件藏品呢 用文化点亮藏品 经过观察系合议 我们决定最终点亮的藏品是 唐代彩绘武士勇 本品唐代彩绘武士勇 造型准确 表情生动 服饰清晰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千年前 这个庞大帝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作为我国雕塑艺术的重要代表 唐代的各类陶勇 以其雕饰如生 神行兼备 在中国乃至世界雕塑艺术史上 均有较高地位 是我们永恒的创作和借鉴之源 感谢成都锦绣工厂古安城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北京天安古安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的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相约 划山论剑 我是婷婷 我们下周见了 再见 下周见